我认为她真的非常可爱 非常厉害 非常帅 非常了不起 真的 帅 这看起来很轻松 其实好累 要做得很大 很帅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力量 她的技巧结合在一起 非常的炫彩夺墨 我特别佩服她 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舞种 我看到更多她的舞台 是比较偏国风 然后第一次看到她 能去尝试这样比较有力量 有能量的舞蹈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陈骁太突破自己了 她的一个突然一下地 还要控制 啪啪啪 再战甲 一个怀腿 连招再配合连招 这个难度太大了 30秒的时间 几时开始 HikFab HikFab 很开心 第二季《了不起无社》 我还能在这个无社里面 然后希望这次能跟第一次 有更多不一样风格的舞台 然后就是请投票给我吧 谢谢 现场的221位评审 3 2 1 投票开始 好的 主题人 杨承宁老师 真的是有别于以前我们认识的陈骁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舞台 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 一方面是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HikFab 而且我喜欢女生跳HikFab 穿得很宽 但是很有力量 那是我认知的性感 所以刚刚我从头到尾都觉得 这是一支很性感的HikFab的舞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爱 HikFab 好的 阿翔问一下Rushka 你好 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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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阿翔 道庄俊 我很高兴成是 我很高兴成是 夏肖 我觉得她真的非常可爱 非常厉害 非常帅 非常了不起 真的 非常HikFab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冠军团的成员 韩宇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看陈骁挑战这次跟Rushka 这个合作舞台HikFab 而且我觉得肖骁把power energy 以及整个那个框架 以及那个感觉 我觉得她都是挑战到了 我给肖骁最大的尊敬 卡卡 棒棒棒 HikFab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